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8月23號 早上11點 那這個是這一次團隊演真 算是最後一次進攻吧 那我的那個 戰士跟那個遊俠 生物都已經升到滿了 那因為說最後的這個一天的時間是處於沉浸時間 所以說不會再恢復體力及那個生物精華 那就是還差一點升級的話 你可以去 看一下說哪一些裝備是用不到的 然後就把它賣掉 可以加減抽一些 譬如說這個 英勇之河 英勇之河的話 基本上看這個圖案 它是這一個 戰士的 那因為戰士這個位已經升到滿了 所以說 我在獲得其實也沒有用 那有一些像是其他職業 你沒有在用的 你可以看一下說這些職業在 譬如說我要升遊俠 那如果說 譬如說像是戰士 法師 這個我完全都沒有上任何角色 以及生物也沒有在生的話 那我就可以把這些的生物賣掉 然後稍微湊一湊 所以我現在目前狀況就是輔助5之3 然後遊俠滿戰士滿這個樣子 那因為上一次影片啊 我用那個什麼埃茲打出來傷害不怎麼樣 那現在因為只能夠打一次 所以我試試看用這個 賽希莉亞看看狀況如何 好 稍等一下 OK 那就是陣容跟上次一樣沒有什麼變 然後就是把這個埃茲的位置改成賽希莉亞 看看這樣子傷害量如何 OK 那我們就這樣打打看吧 也只能打一場 好 開打 5之3的聖物 然後遊俠滿 戰士滿 埃隆 跟索羅斯 看看有誰 塞希莉亞已經死去了 好 剩下索羅斯喔 OK 結束 打出的傷害是7億 7億 好 那我的索羅 那我的那個埃隆已經體力不夠了 那我們再看看還有哪些角色可以上場 戰士增傷的話 不知道啪啪熊行不行喔 好 那我們就上個啪啪熊試試看好了 那如果說位置上面來講 要不要改一下位置呢 算了 那就這個樣子吧 因為站在輔助上方會有那個增傷效果 可是站在前排 又可以讓雙子這個 怎麼講 羈絆的技能連在一起 反正我們就先以這個 這個好友推薦的這個陣容去 慢慢做調整這樣子 有啪啪熊會好一點嗎 可是沒有埃隆 埃隆的那個摩穿技能 還是很猛的 但啪啪熊的降防也是很猛啊 剩下啪啪熊跟索羅斯 6億 所以說有啪啪熊 不知道 如果說有 賽西利亞感成啪啪熊 這樣會不會好一點呢 再來 魔王的血超級多耶 怎麼打都打不完 還有 還有340億是不是 感覺上次真的是340億吧 魔王的血真的超級多耶 好 那反正我有說這個最後的時間就基本上就是有一點垃圾時間喔 但是對於整個 整個這個戰局來說 你還是可以幫忙就是增加一些傷害量 因為這個在這個排行榜 這個排行榜 這還是有排名次的喔 100名之類 我們公會100名之類應該是沒問題 所以說應該還是可以獲得一個公會雕像 那來看看剩下的時間我還能怎麼打呢 那德雷斯咧 雖然說只有金色的德雷斯 不過他的星爆氣流斬也是很猛的喔 魔王身上一直在那邊閃來閃去 有沒有 這個就是那個德雷斯的那個傷害 有沒有看到這個金黃色 大概大概就在這個位置 但是金色的德雷斯值得期待嗎 哇 這是啪啪熊打自己的嗎 也有6億喔 德雷斯 德雷斯傷害量第一名耶 這次才金色的德雷斯而已 OK 哇 那個羅萬的那個 羅萬的那個 體力不夠了 那我們再來看看 那如果是孫悟空勒 賽希莉亞還可以喔 那這樣子至少還可以扛久一點 沒有索羅斯可能就會差很多 可能就會差很多了 我們看看還有誰 八燈勒 八燈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少了羅萬應該還是有差啦 雖然說我還是有雙子 感覺實在比較快喔 因為沒有續航力 沒有羅萬差很多喔 續航力 那如果說是續航力的話 這樣子勒 這個德雷斯超暴力德雷斯在前面 這樣子好不好 我加一個克愛瑣斯算是增加大家的續航力吧 大家就可以攻擊吸血 那這個戰士的遺物啊 遊俠的禮物啊 攻擊力加那麼多吸血應該吸得很可觀吧 可愛瑣斯判變的時候是打自己特別痛 4億喔 至少還有加一些些這樣子 那青小兵 青小兵我覺得現在應該是沒有什麼意義啦 因為 因為青小兵上一次那個影片我沒有記錄過 他並沒有說就是 並沒有說讓我的那個什麼累積的傷害增加嘛 所以不知道青小兵有沒有用 好但是沒關係喔 這個遊俠 遊俠這個遊俠的聖物都滿了 那打這個小兵應該是輕輕鬆鬆才對呀 好這樣上好了 三遊俠二戰士 埃奇歐 然後這個 西瑞斯 然後光弓 OK 輕輕鬆鬆 還有九隻小兵喔 應該是不用清玩啦 應該現在最主要還是打王 因為那個 個人 順殺 個人累積的傷害 他是只有紀錄打王 好那我們就 就這樣隨便打一打 看看如果說不是打王隊的話 不是打王隊的話 五級生物滿也沒什麼用 死超級快 哇這個 死超級快也是在怎麼樣也是有加減都是有2億嘛對不對 好 所以 可愛所思應該就是稍微增加一些續航力 其他來講呢8燈 我都忘記9桶了 再上一個賽西利亞 這樣子 女服去跟這個可愛所思 游女服會好一點嗎 看看這樣會不會好一點喔 可愛所思這一次 那個叛變的數字升得比較慢 現在才在4 他是自己死掉不是叛變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打那麼久 結果傷害力還是不怎麼樣 才2億7800而已 那沒有可愛所思的話 換 換誰勒 鳳凰 還是德雷斯好了 這樣你不會去跟 會去跟酒桶嗎 應該是去跟酒桶才對喔 欸 好像是跟賽西利亞 女服因為只有生物的等級比較低 比較快 這樣反而還比較高耶 是賽西利亞嗎 女服去跟賽西利亞 所以是不是遊俠加成比較多啊 我的酒桶還是4星 再看一下 我的酒桶這樣是23780 那賽西利亞呢 體力不足了 所以女服可能還是關鍵喔 女服羅萬啊 雙子這些 好 我們再上上一些其他角色 還有哪些角色可以玩呢 我的一索爾德因為說沒有三件紅家具 然後專武也沒有30 可能就比較看不出來傷害喔 那不然的話就 好 生物空吧 這樣至少有個光環 女服就站在這個 伊索爾德的下方好了 這樣伊索爾德又可以獲得 增傷跟減傷的效果 生物5級的這個效果 伊索爾德一直開大 可是沒有加劇效果 可能真的會差非常非常多 好 結束 3億6千萬 傷害量最高的 還是德雷斯 所以說德雷斯在打 團隊女生應該算是不錯的角色喔 結束進攻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這個幾隻不錯的角色 埃隆 然後索羅斯 然後德雷斯 那輔助的話 女僕 羅萬 雙子 這些都可以做搭配喔 雷恩 雷恩不知道到時候會不會這個修改 因為那個有說 耀光帝國要改一隻嘛 所以雷恩不知道會不會改喔 好 可愛所思 好 大家血量都夠 可是血量都夠 傷害力打不出來也沒有用 OK 現在還有活四隻還不錯喔 好 伊索爾德果然是站在最後 而且他的那個 數字才只有1耶 因為戰士的那個韌性是比較強 一直抵抗 如果說伊索爾德這個家具夠高的話 他說你可以打到最後 可是 大家提供的傷害力真的不多 好 所以大概就這個樣子喔 OK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剩下的時間我會自己把 所有角色的體力都把王打完 都把王那個打完 這樣子就是 你在那個排行榜上面的分數就會 個人分數啦 當然你對 對這個 軍團來講 也可以 提供一些幫助這樣子 個人的分數這邊 可以打高一點 到時候你獲得雕像的時候 這個紀錄就會留在這個雕像的上面這樣子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